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12月7日 第二卷第八章37节 引用经文以夫所书六章二节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节 第五诫命的应许 第五诫命加上应许 为要鼓励人遵从 这是清楚向我们显明 我们顺从神所吩咐我们的命令 它是何等的喜悦 保罗说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这刺激我们脱离冷漠与迟钝 神在前四个诫命所赐的应许 并非局限于某一诫命 乃是延伸至全部律法 我们应当按照以下所说的 来理解第五诫命的应许 主特别像以色列人说到迦南地 是他应许赐给他们的产业 既然他们获得那地 是神丰富恩待他们的保证 则主已经应许长寿 使他们长久享受他的恩福 以显明他代百姓的恩宠 我们不应当因此感到惊奇 所以第五诫命应许的含义是 当孝敬父母 好使你借长寿享受所得为业之地 因为赐这地给你的 就是我恩待你的名证 更进一步地说 因为全地成为信徒的祝福 所以我们将今生 包括在神的恩福之内 这是对的 并且同样的 这应许是属于我们的 因为在今生长寿 的确是神恩待我们的名证 神所应许给我们的 和给犹太人的长寿 此长寿本身并非包含福分在内 乃是神施恩此给 敬前信徒的灌常记号 所以若孝子在未成年之前而夭折 这是常发生的事 主仍是毫不动摇地 贯彻实现他的应许 这比如说 主原来应许只给某人一亩地 却赏赐给他一百亩 要点在于 我们应当思想神应许我们长寿 此长寿只是神赐福的方式 长寿只是在 作为神恩宠的证据时 这才是真正的福气 当神借着信徒之死 接他仆人到天上与他同在 这是好的无比 更丰盛和更充分地证明 神对他们的恩宠 借此实际表明出来